在影片开头的短短几秒钟 放上绝美的空拍画面 给观众震撼教育 当头棒和吸引目光 让他没有办法再转开这个频道的绝招 是所有的旅拍博主 或者是Travel Vlog的YouTuber 最喜欢干的一件事 为啥? 因为一瞬间逼格满满 高大上的质感 直接跟你挂上了专业的等号 所以要如何快速提升你的旅拍品质 其实买台空拍机是最快的方法 但是买哪一台空拍机 我结论再跟你说 因为今年真的有太多好的空拍机给让你选了 让我讲讲今天的主角 我花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 去了两个国家所拍摄的 DJI Air 3 我从来没有想过 DJI会把两颗镜头或三个镜头的概念 下放到Air这个系列来 而且它不是一个主摄一个辐射 而是两颗镜头都是主摄 都是1.3英寸的传感器 一颗是24毫米的等效F1.7 另外一颗是70毫米的等效F2.8 都可以拍摄4800万画素的照片 而且都可以拍摄4K 60fps的影片 你如果用慢动作的话 可以达到4K 100fps 就是清库存的同时 推行机器 你牛啊 真牛 玩笑归玩笑 可是如果你真的用过 有两颗镜头以上的空拍机的话 你真的很难再回去使用 只有一颗镜头的空拍机了 因为中长焦或长焦 所能带来的空间压缩感 以及对你整个故事的叙事方式 会有很大很大的加成作用 甚至有的时候还可以帮你拍摄到一些 你原本拍不到的画面 那现在大家看到这个画面来做举例好了 我当时跟在地的警察再三确认 我在此地可以起飞 他们说没有问题 你不要往前里面飞到机场里就没事了 好我就起飞了 我发现真的有点太远了 当我切到中长焦后 你看看这画面 是不是很美 是不是很像好莱姨 我也是这么觉得 当然当我拿到Air 3的时候 我跟大家都有一个同样的疑问 就是上一代的Air 2S 已经是1英寸的传感器了 我也想拿到Air 3 反而还变小了 变成1.3英寸 不过我也可以理解 就是传感器在进步 A7S2跟A7A2 3都是FORFAN 但是A7A3的传感器会更加的好 所以这一代的1.3英寸 确实比2S的1英寸画质来得更加好一些 可是呢 我就很好奇了 啥时你会再把它变成1英寸呢 Air 3S吗 在画质的呈现方面 我觉得画面自己本身会说话 所以我不用再多提一些什么了 不过这边小小的跟大家提一个醒 就是如果你不喜欢太锐的 你可以在机内进行调整 你可以调-1或-2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画面 真的要挑次的话 我还是会希望DJI的工程师 可以在未来的软体更新当中呢 把D-log加进来 因为目前为止两颗镜头在拍摄的时候 只能拍摄最高10比特的D-log M 而这个模式是 比较适合没有很想要接触调色的观众 但如果说今天你是比较 取向想要很自由度的调色的话呢 D-log才会是最好的选择 有一个东西是我们每次讲空拍机 或是讲所有的摄影相关器材的时候 我们都会提到的 可是如果你没有真的实际使用过 你不会有太大感触了 叫做续航时间 我跟你讲 Air 2啊 我用起来很开心 但每一次飞十几二十分钟 我就得回来换电池这一点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痛点 以前不觉得什么 可能一旦飞过那种 可以飞四十几分钟的 真的就不会想再回去飞那种短时间的了 而DJI Air 3 偏偏就在这个续航的体验上面 有一个超级大的进步 这次标配的这个电池 可以飞车四十六分钟的时间 搭配上他们家的这个充电管家 有点设计的小巧思 因为我们通常飞空拍机 你不会把空拍机飞到完全没电 你要留个5%飞回来 降落 不然你飞到完全没电就摔下去了 但你这个电池还会有5%电量存在这个电池里面 所以你只要用它的充电管家 放回去之后 按下旁边这个钮 它就可以帮目前最有电的那颗电池充电 我忘记是哪一个up主 还是哪一个YouTuber曾经说过这句话 他说越便宜的初阶空拍机 其实越需要全向避障 因为新手越容易撞越容易摔 但是以前想都不敢想 但这一次Air 3给了全向避障 现在你可以随随便便的就直接飞 或直接让它跟随就跟我之前在评测Mavic 3 Classic 或是Mavic 3 Pro的时候一样 就真的可以放飞自我 有了这个功能 如果你还可以炸机 还可以提控回家 我只能说你可能真的有点野小 因为毕竟它还是视觉的避障 所以千万不要到那种什么反射的地方 比如说玻璃前面 很多那种就是镜子 或是有很多电线 树根 不要在上面飞 不然你一定提控回家 我在干嘛 讲到提控回家这个词 我们就顺便讲一下遥控器好了 如果你这次买的是Air 3的唱飞套组 配上带屏遥控器的组合的话 你拿到的遥控器叫做RC2代 目前这个遥控器只能跟Air 3进行匹配 跟其他机型 比如说Mavic 3 Classic Mavic 3 Pro的话是不行的 所以你可能还要在等等软体更新 但这个遥控器在使用体验上面 它的亮度 它的顺滑度 跟它的可以录制整个萤幕里面的内容的这些功能 在你要做教学 或者是你要操作上面 是非常非常好的体验 不过我要稍微提一下 虽然说官方说这一次的图传系统叫O4 是一个更好的图传系统 但在我飞行的过程中 还是只要有遮蔽物 比如说有房子 它该断还是断 对它还是断 但是因为现在有智能返航 所以我也没有坠机 不过就是我在巴黎飞的时候 只是飞到我的饭店后方而已 我就看不到了 我要赶快跑到我饭店的后方 去重新连线我的飞机 其他那些AI辅助拍摄功能 像是聚焦2.0 智能跟随5.0 兴趣点环绕3.0 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 去拍摄出好看的画面 因为毕竟有些人操作还是不太习惯 可是有这些AI辅助功能 你就可以很快速的拍摄出一些 很美的 很直接可以出片的画面了 那像一键短片 大视镜头这些 我个人是比较少用 因为我喜欢自己飞 那你如果说到一个地方 你很懒 你就直接用大视镜头一键成片 那其实也是非常非常快速 就可以完成一个拍摄 节省你的电力也是一件好事 那这些功能呢 Air 3里面通通都有 它还甚至给了夜景模式 虽然说拍摄规格最高只能4K 30帧 但是如果你是不会做后期处理 你不会降噪 你不会就是把画面弄干净的人呢 这个模式对你来说真的是太好用了 真的是太重要了 如果你有这个许可证 可以夜晚起飞的话 评测嘛 我们不可能只讲优点不讲缺点 对吧 虽然我刚才已经讲了一个D-Log 它没有给 但是对一般人来说 D-Log的使用率你们也不是很高 所以对你们来说可能没有差 但有个东西你们一定觉得有差 我把盒子打开来后我发现 里面没有充电头 唱飞套组里面没有充电头 也没有ND滤镜 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固定光圈的空拍机 它一个是F1.7 一个是F2.8 你没有办法去调整你的光圈的控制曝光 那没有ND你还要另外买 没有充电头也是个问题你知道吗 你又不是苹果 对不对 就这两点我是觉得很奇怪 因为以往我们买唱飞套组 里面都会有ND 也会有充电头 这次都没有 你要另外买 再来是我觉得 它可以说是缺点也不能说是缺点 就是只有mini这个系列 可以拍摄直立式的影片 就是9比16的影片 那你如果说你今天用的是Air 3的话 你只能用裁切来达成 所以你会从4K变成了2.7K 你就还是有画质损失 然后就Air 3这个系列 它变胖也变重 以前没有那么重 现在720克了 已经快要接近Mavic 3这个系列的重量 Air以前对我来讲 就是一个比较轻型的可以带出去 然后不会有太重的负担的感觉 但现在如果你要真的追求轻的话 只剩下mini系列可以选 我可以理解 毕竟现在电池也变大颗了 然后续航时间也变长了 是完全可以理解 但还是要让大家知道一下 它现在真的不能算轻了 真的不能算轻 我觉得空拍机这个东西 它除了可以帮你提升你的影片质感 还有你的旅行拍摄过程中的故事叙事之外 它还有一个蛮好玩的地方 就是它可以让你一起旅行的这个伙伴 或者是你的这些朋友们 没有接触过空拍机的人 很开心的跟你一起旅行 尤其是当他们第一次拿起遥控器 在控制他们的飞机的时候 他们的表情跟他们的反应 真的会是旅行当中一段很好很好的回忆 尽管他们可能飞不出什么漂亮的画面 但是他们在飞行的时候 那个画面就是最漂亮的画面 我想稍微再多提一个东西 它跟飞机本身没关系 是DJI本身的那个App 叫做LightCut 如果你有在玩空拍机的人 你应该知道空拍机是没有办法收音的对吧 可是你把画面导入LightCut这个App里面的话 它可以帮你事后配一些环境 比如说海浪、风声、船 我觉得你们可以试试看 可以节省掉你们蛮多时间的 但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我自己配 但如果是一般的玩家 你用手机在上片的 其实对你来说帮助会非常非常的大 价格的部分大家都到官网 自己当地的经销商会卖多少钱 价格会不太一样 我以我的区域所能看到的价格 来跟大家做分享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 你还是到你这附近的经销商 或是直接到官网上面决定 我就不再多说了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 你是什么样的人 该买什么样的机器 毕竟今年DJI的所有空拍机 新的空拍机 全部都标配了四十几分钟的续航时间 全向避障 如果你今天都是拍摄直立式短影片的 比如说你拍摄T-talk 抖音或是Instagram短片 YouTube Shorts 这种的话 mini系列是你最好的选择了 没有 没得选 就是它可以转速拍这件事情 你绝对是刚需 就算它只有一颗镜头 但你可以无损画质的拍摄直立式影片 它就是你的首选 那如果你今天是小型工作室 你有在拍摄一些商单 或者是你有在拍摄一些 比较高品质的旅行拍摄的话 三分之四英寸传感器的Mavic 3系列 不管是Classic或是Pro 都会是你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如果是大型工作室 你是专门在拍广告的 不好意思 物就是你的选择 你没得挑了 没得挑 但如果你今天就是 没有要拍直立式视频的需求 但你又很想要有好一点的画质 然后你又希望有双 两颗镜头可以让你进行选择的话 但你又没有很想要 就是买到这么贵的机器 我觉得Air 3会是大部分的人 可以选择的一台机器 因为它几乎该有的都有了 续航也有了 避障也有了 好的画质也有了 说实在三分之四英寸 跟一点三分之英寸 有差距吗 当然有差距 可是如果今天空气是好的 画面是好的 灯光是好的 老实说一般人在自媒体上面 看不出来了 以上就是我的一个分享 那狼子如果您的小朋友留言 买的不会用 你们有懂得留言 我是欣培 我们下次见 有没有发言 我爸爸they身不信心 那么对Е纸 drive 开 感谢观看